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评论里有朋友说啊 这个绿毛球 说买的这种绿毛球 不知道该怎么用 想让我插个花 大家看看怎么用法 今天呢 我就用绿毛球给大家 插一个花 大家看看 这个搭配好看不好看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花材啊 这个是绿毛球 叫绿石竹 就是它只要是球形的 能长成球形的 它叫绿石竹 还有一种绿石竹 它是散花的 就比这个便宜 但是它不是球 所以看起来就不稍微好 这是绿毛球啊 这个呢 是一种油加粒 就是你看大家看一眼 它带果子的这种油加粒 一种油加粒 这个就是咱们以前经常用的啊 叫坦尼克 这个玫瑰啊 坦尼克 咱们用这种三种花 插一个花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先把这皮 打了一个紧资格 这样的话 可能花的位置 好控制一点啊 现在有压力打个点 就开始的挤石可能会有点 位置有点不对啊 不用管了 等之后花多了 就互相挤住了 来一下 您再来一下 这边的工具 可以别接受的 我再来一下 因为什么 我可能是不当然了 对 嘛 中文字幕提供 五三十多米 盐 盐 盐 好 这花呢 咱们就插完了啊 这种绿毛球 白色的坦尼克玫瑰和带果这种油压的叶 配的一个平台花哈 我为什么这么配呢 其实啊 绿色的花材 应该是非常好用的花材 基本上配什么花都可以 我为什么选白色呢 因为现在不是夏天吗 用的白色的花可能看上去可能更清凉一点 家里看的可能凉快一些 没那么热 另外一个呢 我为什么选玫瑰呢 是因为绿毛球这个花啊 它本身呢毛茸茸的 你看它感觉毛茸茸的 所以它质感比较粗糙 所以我们选一些质感比较规整 比较细腻的花 你比如像玫瑰啊 这种花瓣里很规整的 还有这个尤加利的叶子 这种叶子哈 都是很规整的 很规整的叶子和花 配上这个毛茸茸的 质感比较粗糙的这个绿毛球 会有一个整个质感的对比 这样的话看起来变化也会多一些 也不会那么死板 用绿色的瓶子呢 也是为了和这个绿色的花 呼应哈 这个呢 里边是一个黄绿色的一个 绿毛球和这种放灰的这种 尤加利 所以它也 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其实都是绿色啊 但是有不同 所以这两个绿色呢 配在一起感觉可能层次会多一点 看上去可能会好一点哈 再加上白色的玫瑰 整个这个搭配呢 是应该是一个 小行星类型的花 比较适合于夏天啊 这就是一个绿毛球在配花时候 一个具体用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那好 今天呢 就为大家做这个搭配 希望大家喜欢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收工 真的 我们下期再见 不rai 帅